天氣熱 頭髮容易黏痴痴 別以為洗頭就可以 如果選錯洗頭水 分分鐘令你越洗越頭痕 想像我一樣 經常清爽沒有頭痕 一起來看今期的選擇 教你如何選擇洗頭水 今次測試的60款洗頭水 價錢由$45-$390不等 測試結果發現有30款獲得滿分5分 而最低分的5款獲得$2.5分 測試發現超過六成的檢測樣本 即是38款洗頭水檢出二樂園 大家買洗頭水的時候 記得要留心一點 其中七款二樂園含量較高的樣本 給歐盟的消費者安全科學委員會 FCCS建議的化妝品安全水平更高 WOW! 二樂園有機會在製造過程中產生 可能刺激雙眼和呼吸度 但是洗頭水一般 和皮膚的接觸時間比較短 而且二樂園是具揮發性的 正常情況之下 不會對你的健康構成威脅 不過有得選 最好當然是選擇武耳樂園的產品 另外有12款樣本驗出可致敏防腐劑 其中一款同時驗出MIT和CMIT 高過內地和歐盟的規定 有三款MIT的濃度 高於SCCS建議的充洗式產品安全水平 這一類防腐劑較高 部份人士可能會出現皮膚痕癢等敏感反應 另外 測試中個別聲稱成份天然或有機的樣本 亦都發現致敏機會較高的防腐劑 買洗頭水的時候 記得留意產品的標籤成份 測試又發現 一款洗頭水驗出油離甲醛 有機會導致部份人士皮膚痕癢或出紅疹 不想選擇洗頭水都那麼頭痕 看看宵偉會給你的提示吧 選適合自己膚質、髮質的洗頭水 有濕疹或皮膚敏感的人士 要避免可致敏的成份 留意生產和有效日期 和開封後的使用期限 用後有不難反應 看清標籤是甚麼致敏成份作怪 下次買的時候要避開它們 想知道更多選擇洗頭水的資訊 記得留意490期選擇月行